科比凌晨四点起床训练 他凌晨四点起床送安全套 大学时被现任老婆任常达伦·克里森 却意外收获NBA最美爱情 他是霍勒迪 他绝对是NBA的最大群众 进入NBA的第一年 NBA球员工会有一位女士 找到当年的所有菜鸟 然后给这些菜鸟们每人发了一个袋子 袋子里足足装了150个避孕套 其中霍勒迪就是菜鸟中的一员 霍勒迪说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凌晨四点 布兰德打电话告诉他 让他马上送装备过来 因为比赛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 此时霍勒迪只能屁颠屁颠送上装备 然后独自离开 霍勒迪说每次去科长打比赛 都需要带100多个安全套 为了不让女友怀疑 他每次只能偷偷藏起来 在NBA这个极其容易被老将带歪的联盟 霍勒迪没有和西安莫兰特一样放纵自己 而是为了爱情守住了底线 大学时 一位名叫劳伦的足球运动员 走进了霍勒迪的生活 当时劳伦是学校叱咤风云的足球明星 有一场比赛 劳伦走到霍勒迪身前询问他 太达伦你可以帮我签个名望 而霍勒迪一脸懵地告诉劳伦 他可不是大明星达伦·克里森 他只是一个大衣菜鸟 但劳伦却告诉霍勒迪 不要尴尬 你可要比达伦可爱多了 2009年 劳伦和霍勒迪擦出爱情火花 他们正式投注爱河 2016年 劳伦怀孕后选择回归家庭 但此时传来噩耗 劳伦的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肿瘤 此时霍勒迪正在和提湖主教练 阿尔文·金特会面 霍勒迪说 妻子就是他的一切 他希望暂时停赛去照顾病重的妻子 尽管当时的霍勒迪 刚刚打出巅峰状态 在经历10个小时的脑部肿瘤 切除手术后 医生宣布手术成功 一向安静的霍勒迪热得盈眶 他像疯子一般拥抱医生 感谢医生为他妻女做出的一切 如今 霍勒迪夫妇已育有一儿一女 每次打完比赛 霍勒迪都会第一时间回家陪伴他的家人 只有差点经历失去的人 才知道重逢有多珍贵 为了回报社会 霍勒迪夫妇已经捐出数百万美元 他们夫妇还帮助美国队多次拿到世界冠军 2023年7月13号 霍勒迪夫妇收获年度人道主义奖 因为他们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信念和奉献 伟筛 优�� 优优 优独播剧场 sleepy